印度现在正面临着新冠病例的激增 根据官方数据 16日印度新冠数据突破了两个严峻的里程碑 其累计确诊病例超1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达25000例 然而在此之际 印度人对新冠病毒似乎还缺乏基本常识 据今日印度17日消息 在一个疯狂流传的视频中 印度一位国会议员拉维坎德拉加蒂 竟然呼吁人们喝狼母酒预防新冠肺炎 不仅如此 他还声称半熟的鸡蛋配以胡椒粉 也能对抗新冠病毒 面对镜头 这位议员侃侃而谈 竭力希望人们能听从他的建议 不过拉维坎德此言论一出 招来的却是网友的嘲讽 有网友表示 他已经沉浸在狼母酒中了 还有网友表示 显然他在努力推销这种品牌的酒 新冠疫情初期 印度就有不少关于对抗新冠病毒奇葩言论 如印度一些宗教和政治人物 曾出来宣传所谓的传统疗法 喝牛药 涂牛粪 当然也有人提出饮酒能杀死病毒 印度快报曾报道 巴拉特辛格呼吁开放酒类商店 他致信卫生部部长 称以酒精为基础的杀菌剂 都能杀死病毒 那饮酒对喉咙里的病毒 也有同样作用 此外 奥里萨邦一国会议员 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他为了呼吁重新开放酒类商店 声称饮酒不仅可以杀死新冠病毒 还可以为政府带来收入 这些疯狂推销酒的印度议员们 似乎都在学习美国总统特朗普带货 毕竟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期间 几番带货都十分成功 此前特朗普称 向体内注射消毒剂 或许可以消灭新冠病毒 引发舆论哗然 在他发表这一言论之后的18个小时内 纽约市毒物控制中心 接到了30起关于消毒剂 或漂白剂的求助电话 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倍 此外 特朗普还力推抗疫神药抢氯依 导致美国医院药店被抢购一空 媒体报道称一对老年夫妻抢不到药 只好服用了含有抢氯依成分的清洗剂 最终一人死亡 一人重伤 同样力推辞要的还有特朗普的谜底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 不过目前美国在全球新冠病例统计中 勇夺第一 而巴西也紧随其后 区居第二 印度则仅次于美国和巴西 位居第三 如果印度继续向美国巴西看齐 其疫情形势真是岌岌可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